室友喜欢用彩礼难捏男人 帮他带一次饭 彩礼减200 拿一次快递 彩礼减500 写一次论文 彩礼减2000 我跟他说女生最好不要误化自己 他听了我的话 停止了这种行为 却在他男朋友求婚时 狮子大开口要了20万彩礼 我室友说了 女人不是商品 不能给自己打折 所以之前跟你说的优惠就不做数了 他男友拿不出20万 便将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我身上 在我毕业那天拿刀将我砍死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我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将他娶回家 再睁眼 我又回到了室友第一次给自己捡彩礼的那天 一 亲爱的 看在你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 以后结婚的时候 彩礼品捡一万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我便知道我重生在了大学开学的第一天 室友张婷婷在他男友面前自降身价之后 便把我们拉到一旁 神神秘秘的宣扬他的育服术 要想让男人心甘情愿的对你好 你就要让他尝掉一点甜头 比如 我跟我男朋友商量好了 结婚的时候他给我十万彩礼 那结婚之前呢 他帮我带一次饭 彩礼捡200 拿一次快递 彩礼捡500 写一次论文 彩礼捡2000 一方面 他会觉得自己享受到了优惠 另一方面 我又可以享用他的免费服务 可谓是两全其美 姐妹们 你们有男朋友的话 不妨试一下我这个方法 保准他对你言听计从 听到这话 我皱了皱眉 只有商品才会一次又一次的降价 他这种行为 不正是把自己 当做一个等待男人来购买的商品吗 而且还是一个廉价商品 等到最后 男的任务完成之后 就可以不花一分一毫将他娶回家 接受了较多女权思想的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女生还是不要误化自己为好 张婷婷当时的表情僵了一下 其他室友也纷纷附和我的话 他碍于面子 不得已说自己会停止这种行为 但没想到 私下里却变本加厉 拿彩礼作为底牌 要求他男友陈丽给他当牛做马 可在最后 陈丽问他什么时候领证时 他却说 彩礼还没给呢 领什么证 面对陈丽的质问 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推了出去 我是又说了 女人不是商品 所以之前跟你说的优惠就不作数 想娶我的话 就先准备20W的彩礼表示诚意吧 陈丽家是农村低保护 比如说20W 就连2W都难拿得出来 意识到自己被耍了四年之后 他将所有怒气都撒在我身上 在毕业那天拿刀将我捅死 重活一世 我必定让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 二 陈丽听到彩礼可以捡一万 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不仅帮张婷婷把床都给铺好 还拿起拖把把宿舍的地板拖得正亮 另外两名室友许悦和宋芝 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你男朋友也太温柔体贴了 听到有人夸他 正弯着腰拖地的陈丽勾了勾嘴角 而我却泛起一抹冷笑 温柔体贴只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 像他这种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凤凰男 一枚家世 二枚背景 三枚长相 再不装个温柔体贴一点 怎么去骗张婷婷这种无脑的女生 张婷婷的眼神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 期待我像其他两位室友一样 对他表达羡慕 如他所愿 我不仅夸他命好 还把他们的爱情出为旷世齐恋 就在他被我夸得飘飘然的时候 我话风一转 你男朋友今天今天这么辛苦 减一万太少了 怎么说也得减两万吧 张婷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十万的彩礼说少不少 但说多也绝不算多 才刚开学就没了两万 那接下来四年里 他拿什么理由 来要求陈丽给他当牛坐马 张婷婷不傻 估计也想到了这一层 不然不会这么久都没回复 陈丽连忙停下了拖地的动作 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开始讨价还价 婷婷 我觉得你是有说的对 这么热的天 我单单是帮你拿快递 都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了 更不要说陪你去报到 陪你买生活用品 看在我今天差点热中暑的份上 你就给我减掉两万呗 张婷婷爱于面子 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还是松了口 行吧 那就给你减两万 不过你后面 要是表现得不好的话 我可是会随时加回去的哦 陈丽连忙点头哈腰 不会的不会的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看到陈丽对自己为命是从 张婷婷脸上 再次扬起了得意的笑容 我在心里暗暗想 呵 笑吧笑吧 等你后面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的真面目之后 估计就笑不出来了 三 这天半夜 我突然被一阵杂声吵醒 拉开窗帘一看 才发现是张婷婷 在跟她男朋友打电话 哭诉自己痛尽要痛死了 凌晨三点 她旁若无人的公开外放 这谁受得了啊 我不耐烦的 狠狠蹬了一下床板 骂她有病 宋芝也无语的抱怨了一句 行了行了 明天再喊吧 大晚上就算喊破天 你男朋友也买不了药给 你 某人从鼻腔里哼了一声 那可不一定 学校没有24小时营业的药店 再加上距离市区远 就算上美团买也没有骑手接单 大晚上的 她男朋友还能无中生药不成 没想到一个小时候 她真的屁颠屁颠的跑下楼去拿药了 回来的时候满脸炫耀 打脸了吧 单身狗们 我们是在军训的时候 听隔壁连的男生谈起 才知道这个药的来源 原来陈丽为了给她拿到部落分 不惜半夜敲响宿管阿姨的门 咣当一下就给她跪下了 还花了十分钟来卖惨 宿管阿姨第二天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分愤然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一点分寸都没有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被迫成为他们play中的一环 这件事出了之后 人们对此的评论两极分化 有的人嘲笑陈丽为全校第一大舔狗 为了个女的 连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原则都给抛之脑后了 有的人则羡慕张婷婷能拥有这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羡慕她有一个对她百依百顺的男朋友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世界上不会有人心甘情愿无条件的付出 与其说陈丽对张婷婷百依百依百顺 不如说她对钱百依百顺 等彩礼的钱全部被比销完之后 她估计就是另一副样子了 张婷婷有一个臭毛病 就是忘心大 经常用了共享单车后忘记锁车 手机一直处于扣肺状态 于是陈丽经常在太阳最毒的时候 被她逼着在校园里一辆一辆的 找她骑过的那辆共享单车 陈丽为了赚老婆本 可真是下了狠劲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 只要张婷婷一声令下 她哪怕正在厕所蹲大号 都能立马跑出来当孙子 渐渐的 人们不再喊她的名字 而是以舔狗二字代字 有人戏谑地问她张婷婷有何魅力 以至于让她舔成这样 每当这时候 她都会笑笑不说话 因为张婷婷确实没有什么魅力 陈丽之所以对她死心塌地 是因为她找不到第二个 像张婷婷这么蠢的人 不仅十万块就把自己卖了 还给她出主意 如何不花一分钱就娶自己 别人都以为她不说话 是因为粘腆 但只有我捕捉到了 她眼里一闪而过的阴狠 晚上 夜跑回来的 我在宿舍楼下碰到了 正在吵架的两人 一次才减二百 你知不知道有好几次去给你锁车 我都差点中暑 我差点命都没了 同学们怎么说 我的你知道吗 他们都叫我舔狗 全校第一大舔狗 我为了你忍受这么难听的骂名 到头来你跟我说才减两百 你他妈打发叫花子呢 张婷婷不满 刚开学就已经减了三万 怕没多久 自己的彩礼就给减没了 没想到陈丽脱口而出 没了更好 两人因为这句话 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张婷婷更是提出了分手 我心里急得咯噔一响 他们要是分手了 那我怎么复仇啊 于是我一个见不上钱 当起了何事老 他不是图你的钱 他的意思是彩礼没了 就可以早点横结婚了 陈丽立马顺着我的话说下去 对对对 婷婷 我真的不是图你的钱 只是想要快点和你在一起 等结婚之后 我会比现在对你好一千倍一万倍 到时候你想怎么使唤我都行 张婷婷沉思了一会儿 我猜她是在构想自己婚后当公主 而陈丽当奴隶的生活 行吧 那就听你的 你帮我这么多次 加起来定减五千 陈丽笑了 这才乖吗 两人又肆无忌惮的亲了起来 我冷笑着走开了 渣男见女 怎么可以分开呢 他们就应该牢牢索死 一起下地狱 四 万万没想到张婷婷会把她对陈丽的那套用在我们身上 我打算大学毕业就结婚 你们作为我的室友 分子钱肯定是要出的 看在都是同学的份上 我也不多要 你们每个人给个一万块就行了 许悦惊呼 一万块 在我们那里都可以吃好多次席了 张婷婷气了一声 你们那个山卡拉的小农村怎么能跟我们一线城市比 过了一会儿 她大发慈悲的说道 算了算了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我就不为难你们了 这样吧 以后你们每帮我干一次活 我就给你们减一些份子钱 等我结婚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宋芝 你手细 你帮我洗一次内裤 我就给你减一百 许悦 你鞋子刷得干净 你帮我刷一次鞋 我就给你减两百 还有米可 你化妆最厉害 以后每天早上 你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帮我化妆 我给你减三百 怎么样 我对你够意思吧 够你八个根 我每天早八 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 还早起半个小时 给你化妆 那么会做梦 怎么不躺棺材里长眠啊 另外两位室友的表情跟我一样 仿佛在大晴天里 被一道雷劈在头上 震惊的连话都说不出 张婷婷以为 我们不说话 就是默认了 二话不说 直接使唤起我们 只见她打 开柜子 从里面拿出一堆团在一起的内裤 扔给宋芝 这里有十条 你洗完之后 我给你减一千 她以为她那套优惠方案 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奏效 可没想到 宋芝不但不买账 还直接当着她的面破口大骂 张婷婷你疯了 把这么一团又黄 又臭的东西往我脸上扔 万一我得病了怎么办 张婷婷怒了 你骂谁有病呢 我是看在大家都是同学的份上 才给你一个抵消分子钱的机会 你不要不识好歹 宋芝也不客气 不是好歹的是你 你结婚老娘去 不去还不一定呢 现在就开始 打起份子钱的主意了 你上辈子是饿死的吗 吃相这么难看 我默默给宋芝竖起了大拇指 张婷婷的脸 被弃成了猪干涩 坐在椅子上 拿着手机噼里啪啦的打字 不用想也知道 她是在和男朋友吐槽我们 过了一会儿 她放下手机 高傲的看着我 我一会儿要去约会 你来帮我化妆 化妆品就用你的 当然 我不会白用你的 在减三百的基础上 我再给你减二十 就当做是我买你的化妆品 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 真的会笑出来 二十块钱 就想买我的化妆品 顶多只能买我两泵粉底液 可她那张大脸 我目测 化一次妆 估计就得用四泵 更不要说散粉 腮红 眼影 高光 阴影 还有口红 这些七七八八的加起来 别说二十 两百都有点悬 不过 既然她那么想让我帮她化妆 那我就满足她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擦脚油 到了半个手掌的量 二话不说 就往她脸上糊 张婷婷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到了 张嘴就想骂人 可嘴一张 我手上的擦脚油 正好进到她嘴巴里 不仅嘴巴 还有眼睛 鼻子 我通通糊了个遍 看着近在咫尺的她 我又想起了上一时尖刀刺入肺腑的疼痛 要不是杀人犯法 我现在就想捂死她 整个宿舍里都是她那惊天动地的哀嚎声 啊 我的眼睛好辣 我的嘴巴好苦 我的鼻子好难受 嘿嘿 奶奶给的摸脚油果然不错 水 快给我水 她闭着眼睛伸手在桌上乱摸 我默默把她的保温杯悄悄地推到她手边 她想都没想就拧开盖子往脸上倒 宿舍再次响起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 啊 我的脸 半小时候 张婷婷顶了一张红肿的脸看着我 眼里的愤怒恨不得要把我当场撕碎 妮可 我的脸被你毁了 你得赔我两万 她可真敢要啊 那张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脸都值两万的话 那我的岂不是值二十万 我双手一摊 是你自己说让我帮你化妆的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可你用的根本不是大牌护肤品 可你给的二十块 也根本不够付大牌护肤品的钱啊 她被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戴了个口罩就甩门离去 临走前还放下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五 第二天军训的时候 教官刘广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火气特别大 因为汗水流到了眼睛里 我不舒服的眨眨眼 没想到却被她披头盖脸一顿骂 你要是不想训练 就去跟学校申请退学 不用在这里跟我翻白眼 宋芝尿急想上厕所 可是喊了好几次报告 她都没理会 最后她实在忍不住家里下腿 没想到就是这么轻微的一下 就被她抓到了 她冷着脸站在宋芝面前阴阳怪气 我说了多少遍了 做动作要先打报告 这么简单的要求都记不住 真不知道你这个猪脑子 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许悦最惨 只是因为呼吸声大了一点 就被教官骂成是对她的不满 最后 我们三个人被单独拎出来 站成一排 别人占军资的时候 我们在占军资 别人休息的时候 我们还在占军资 回到宿舍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累得差点要虚脱了 宋芝有气无力的说道 教官今天生事来大姨妈呀 怎么那么暴躁啊 我被罚站的时间最久 现在累得连呼吸都快呼不出来了 但我的身体越累 脑子却越清醒 直觉告诉我 今天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教官想惩罚学生无可厚非 可怪就怪在他罚的人都是我们宿舍的 而我们三个人 昨天刚和张婷婷吵完一架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仔细观察了他们两人的举动 果然 张婷婷和这个教官有猫腻 我跟张婷婷因为身高优势 站在最后一排 教官每次走到他旁边 都会偷偷在他的屁股上摸一把 张婷婷记恨着我们宿舍三人 不服从他的安排 所以在勾搭上教官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借他的手来折磨我们 轻轻动几下嘴皮子 就可以显示自己的威风 还能获得女生的欢心 这种好事 刘广自然不会拒绝 我本想以出轨仪式作为法码 来跟张婷婷谈条件 让他停下对我们的折磨 但转念一想 我根本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证据 只评一张 嘴说 陈丽不仅不信 说不定还会怪我离间他们的感情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亲眼看到 五 下午的军训 我又被刘广拿来献祭讨张婷婷的欢心 只是因为战军姿的时候 身体稍微前轻了一点 就被他单独拎出来 站在太阳底下扎马步 看着我浑身发抖 汗流加倍的惨样 张婷婷笑得格外开心 他隔空对我做了一个口型 活该 刘广悄悄走到他旁边 趁没人注意 把贤猪手放在了他的臀上 我忍着心中的怒意 看着不远处越来越近的身影 笑了 然后默默朝张婷婷竖起了一个中指 也隔空对他做了个口型 SB 他气得双眼瞪大 不知道对刘广说了什么 只见他将贤猪手从他屁股上拿下 一脸怒气正欲朝我走来 还没走到一半 就被远处飞来的可乐砸中后脑勺 刘广吃痛的骂了一句国翠 只是还没来得及起身 就被陈丽一脚踹在肚子上 一边踹一边骂 你算什么东西 老子的女人你也敢碰 还把手放在他屁股上 这么猥琐 你对得起你这身军装吗 老子的墙脚你也敢了 我踹死你踹死你 陈丽像发疯的猛兽一样 一拳一拳落在刘广身上 刘广也不是吃素的 很快就占据了上方 三两下就把陈丽打得鼻青脸肿 周围的同学都吓懵了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篮 只有张婷婷在一旁挤得哇哇大叫 别打了 快住手 刘广一拳打在他脸上 贱人 竟然敢骗我说你单身 两人混战 很快变成男女混合三打 最后是隔壁正在训练的教官 发现了一样跑过来阻止 才扑灭了这场战火 刘广 陈丽和张婷婷三人被请去了办公室 周围的同学松了一口气 宋芝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精彩精彩 早就看他们这对狗男女不爽了 我们在军训 他们在调情 真不要脸 希望学校赶紧把这个垃圾教官给换走 话说张婷婷他男友不是在男操场那边军训吗 为什么会在这时候跑外捉奸啊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呀 是我故意跑到陈丽面前 在她面前有意无意的说张婷婷军训时 老是忘记带水杯 我暗示她 这时候要是跑过去给她带一瓶冰饮料 说不定她一感动 直接就把彩礼减两三万 两三万是什么概念 是陈丽在雨天里给张婷婷送几十次饭 在列日下搬几十次快递才能挣到的钱 刘广仗着自己教官的身份 觉得同学们不敢说她什么 所以跟张婷婷调情的次数越来越多 行为越来越大胆 正因如此 我才能想出这个一十二鸟的方法 六 我将早就准备好的刘广辱骂学生的录音 交到了领导手中 再加上她品行不端 学校直接将她劝退了 陈丽打架斗殴 被记处分 张婷婷虽然脚踏两条船 但是没有违反校规校计 学校并没有对她进行处罚 但她和陈丽之间的感情却产生了裂痕 老子掏心掏肺的对你 你却给老子戴绿帽 你对得起我吗 我不管 这次我为你挨了那么大的处分 倒脚 这怎么行 陈丽怒了 老子为了你被众人耻笑 还险些被退学 找你要五万都算是轻的 你要是不肯 那就分手 你把之前我在你那里抵扣的钱 折合成现金还给我 别看张婷婷平日里装得跟个附加千金似的 其实她爸妈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一个月才给她一千生活费 他们舍不得在她身上花钱 却妄想着她毕业后能调个金归序回家 张婷婷在这种家庭里长大 能想出用彩礼钱 拿捏男人这种馊主意 肯站在她身边的人 孤立无援的 哪怕她心里不愿 还是答应了陈丽的要求 剩下的五万彩礼一次性抵消 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挽回陈丽的心 殊不知 这是她噩梦的开端 气 男人露出真面目 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 以前对张婷婷摆一摆顺的人 现在地位反转 开始使唤起她来了 下这么大的雨 你为什么非要吃校门口那家包仔饭 吃食堂不行吗 我明天早八 怎么去市里给你买早点啊 一站十点关门 现在都九点五十分了 你让我这个时候去取快递 你是想让我飞过去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啊 张婷婷经常在宿舍里 接到陈丽的电话 她的语气一次比一起崩溃 一次比一次暴躁 她也不怕我们听到 每次都开着外放 电话那头的陈丽 一副天大地大老子最大的气派 哪里还能看得出当初的卑微 我无理取闹 张婷婷你是忘了吗 你之前就是这样对我的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可别忘了 你早就以十万块的价格 将自己卖给我了 你现在属于我 得听着 现在立刻马上 去帮老子把快递拿回来 张婷婷鞋都来不及穿 就跑出了宿舍 宋芷一脸依未深长地看着我 这算不算自食恶果 我微微一笑 开始茶言茶语 呃 怎么不算呢 几天后 宿舍里只有我一人 张婷婷一脸狼狈地开门进来 看到我 她像发疯的猛兽一样 突然朝我冲过来 狠狠抓住我的手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故意把陈丽叫到操场的 我用力甩开她的手 赏了她一耳光 听到了什么 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才会跑回来问我 她是直老虎 被我打了一巴掌之后 所有的记验顿时熄灭 只见她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陈丽这个王八蛋 根本不把我当人看 一天能使唤我八百次 生产队的牛都没我累 过了一会儿 她擦干泪水站了起来 对着墙壁自言自语 语气却格外的坚定 我要跟她分手 看着她决绝的背影 我知道她这次是下定了决心 可我怎能如她所愿 在重生回来的第一天起 我就告诉自己 要将这对渣男剑女锁死 将他们一起送入地狱 张婷婷离开的那一刻 我找出通讯录里 刚存入不久的电话号码 直接拨打了过去 八 陈丽不接受分手 第二天 直接来到我们上课的地方 找张婷婷大吵大闹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只要将十万财力抵消 你就嫁给我 老子辛辛苦苦 给你当牛做马那么久 好不容易把那十万块都抵消了 你却跟我说分手 你耍我是不是 张婷婷现在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 谁知道你那么蠢 随便说两句你就信 还想让我嫁给你 也不想想你们那个地方有多穷 别说十万 就算二十万 三十万我都不会嫁 陈丽一巴掌甩了上去 贱人敢骗我 现在是大课间 老师还没来 教室里全都是吃瓜的同学 没有一个人想烫这趟浑水 大家都躲在一旁默默地看 张婷婷被一巴掌扇倒在地上 捂着脸嗷嗷大哭 你敢打我 我要报警 她掏出手机 正想拨打报警电话 这时 一个穿着粗布麻衣满脸风霜的女人 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猛地扑在她身上 不能报警啊 而媳妇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可以跟妈说 千万别报警 周围想起一片议论 这个阿姨 为什么叫她媳妇啊 难不成张婷婷真的结婚了 应该是吧 她之前不是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财礼吗 肯定是结婚了 不然人家怎么可能把财礼给她 张婷婷很快反应过来 一把推开中年女人 老女人你疯了 谁是你儿媳妇 陈丽连忙上去辅助中年女人 妈 你没事吧 这个女人正是陈丽的母亲 我在辅导员办公桌上 无意中撇见了陈丽的个人信息表 里面有她的电话号码 那时候起我就想到了 要利用她来对付张婷婷 一个寡母 为了自己的儿子 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果然 一听到自己儿子在学校 耍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女朋友后 她比谁都高兴 再一听到 女的想和她儿子分手 她比谁都着急 当晚就买了火车硬坐赶过来 得知自己母亲没事后 陈丽一脚踹在张婷婷身上 你再敢动我妈一下试试 陈母连忙上去阻拦 哎呦轻点 可别把她肚子里的孩子给踢坏了 这下子愣住的 不只有张婷婷 还有陈丽 陈母把她拉到一边 两人叽叽呱呱一阵以后 陈丽改暴怒的姿态 温柔的把张婷婷从地上扶起来 好了 别闹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怀孕心情不好 才想跟我分手的 现在你气也出过了 该过来拜见一下我妈了 张婷婷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甩开陈丽的手 指着他们母女二人破口大骂 我根本没怀孕 你们两个傻逼配合在一起演戏 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还让我拜见你妈 她算什么东西 多看她一眼我都嫌脏 陈丽我告诉你 就算你把你们全村的人都喊来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这个穷酸样 我一开始就没看上你 陈母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垮了下去 那双浑浊的眼睛里 吐了阴狠和算计 可下一秒 她那张不满皱纹的老脸 突然扯出了一个笑容 对在场的同学说道 让大家看笑话了 我这个儿媳妇刚怀孕不久 情绪不稳定 我现在先带她回去休息休息 说吧 便见她双手拉着张婷婷往教室外走 她朝陈丽使得的眼色 后者心领神会 立马走上前搂着张婷婷 温柔的说道 婷婷 我知道你是故意跟我怂气 乖 先跟我回去 有什么事 咱们私下里解决 张婷婷跟这个弱姬 根本不是陈丽母子的对手 无论她怎么挣扎 都逃脱不了二人的禁锢 她只能歇斯底里的大喊 我没怀孕 他们是人贩子 大家快帮我报警啊 当她报警 不可能 我立马站出来说道 这婷婷也真是的 昨天还在宿舍里哭着吵着要见家长 现在人家家长来了 她又闹脾气 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多亏了张婷婷之前喜欢高调秀恩爱 大家都知道陈丽是她男朋友 所以看着她被拉走 大家并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单纯的觉得是小情侣之间的事 再加上有我这个室友从旁作证 大家更加觉得人贩子一话荒唐 讨论了几句之后 就开始去忙自己的事 去偶 张婷婷连续一周没有来学校 同样没来学校的 还有陈丽 就在大家怀疑她失踪的时候 网上一则新闻解开了大家的疑惑 警方在一间廉价旅馆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经确认 这具女尸正是失踪了一周的张婷婷 而她的死因则是被戾气割断了大动脉 流血身亡 凶手很快被抓到 正是陈丽母子 原来那天陈丽母子将张婷婷带走之后 想让她直接回宿舍拿身份证 去和陈丽登记结婚 可她死活不肯 陈母一怒之下将她囚禁在廉价旅馆里 每天便招法地折磨她 饱受折磨的她终于松口答应跟他们回村里 陈母开心地给她松绑 却不曾想张婷婷直接一脚踹在陈母的肚子上 抓起一旁的水果刀就想往陈母心口出头 这一幕正好被买饭 回来的陈丽看到 惊慌之下她抢走了水果刀 误杀了张婷婷 母子二人怕被抓 连夜买了票回去 可法网灰灰 说而不漏 两人还没出车站 就被早在首在那的警察给抓住了 这则惨案传出来的时候 周围的人一片唏嘘 就连最看不惯张婷婷的宋芝也忍不住感慨 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我就应该拦着不让他们带她走 你说是吧可可 回复她的是我那冰冷的眼神 宋芝没有体会过我上辈子的痛苦 自然不知道我有多恨张婷婷 无数个夜晚 我都因为害怕没办法报仇二十年 我恨不得将她碎尸乱断 又怎么会救她 陈丽母子的判决结果很快出来了 因犯故意杀人罪 陈丽被判处死刑 陈母是帮凶 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张婷婷的尸体在太平间里一直没人认领 据说是她父母觉得丢脸 害怕这件事传到老家之后 会影响儿子的前途 所以一直不肯来 陈丽被执行死刑的那天 我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她问我周末回不回家吃饭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回 上一世 妈妈在家做好了丰盛的大餐 就等着我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回去一起庆祝 谁曾想挂根电话后 我们就成了天人永格 走出教学楼的那一瞬间 一道阳光落在我身上 上一世没吃到的晚餐 这一世我要陪着妈妈吃很多很多次 全文完